罗锋即将踏入血络世界 在此之前 罗锋连闯幻境海的考验又为老师真眼王带来了惊人的成绩 书接上回 因为一颗的惨死 让罗锋再次看清了修炼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且无情 现在的他不再虚无度日和浪费光阴了 他打算先从幻境海开始炒荡修炼 刚进入幻境海 罗锋仿佛再次陷入了混沌城内 只见老师真眼王在上面讲课 这等幻境还不足以让罗锋陷入进去 随着一声破 幻境便直接碎裂开来 罗锋也想看看这个幻境海到底有多难 不一会的时间 罗锋就连续攻破了五座岛屿的幻境 此时幻境海的最深处 幻境海的管理者脸色突然大变 当即冷声道 一个宇宙级九阶的小家伙竟然这么轻松 就闯过了幻境海的第七座岛屿 很多界主都不一定通过这一座岛屿 他竟然这么轻松就通过了 随后管理者便查阅了罗锋的资料 竟然是真眼王的弟子 就在这一会的功夫 罗锋又通过了第八座岛屿 这名管理者瞬间惊掉了下巴 马上就要闯第九座岛屿了 这个可是堪称界主的一个极限 就连界主中的不少强者都极少极少能通过 他肯定通过不了 其实罗锋之所以能闯过这么多层 金角巨兽的意识强度也是占据了大多数 此时的金角巨兽是御主级六阶 而金角巨兽可比同级别的人类要强得多 几乎堪比御主级九阶巅峰 接近界主级一阶的存在 当然罗锋的意志也是很强的存在 所以在两者的结合下 罗锋才顺利地来到了第九座岛屿的幻境 这座幻境的出现 罗锋便看到了徐星正在着急地喊道 罗锋 小海在前屋道场和人争斗起来 被别人的保镖给杀了 此话一出罗锋直接震惊当场 但受到幻境的瞬间迷惑后 罗锋立即感觉到了不对劲 此刻罗锋的意识凝结如刀 直接屏蔽了一切幻境阻碍 对着天空狠狠劈出一刀 却只是令幻境世界微微一颤 罗锋当即冷笑一声 又再次劈出了千万刀 最终幻境破碎 罗锋没有过多停留 而是朝着地势座岛屿飞去 但来到这里后 可怕的威压直接降临 罗锋瞬间被这股威压轰击在了意识上 最终遗憾地止步于第十层 在管理者看到这一幕后 当即把这个消息通知给了上面 以及罗锋的老师真眼王 此子不凡 就连伯兰这个天才也只是闯到第七层而已 罗锋却闯到了第十层 在失败后 罗锋没有停歇 而是选择了开始修炼任务来磨练自己 罗锋首当其冲地选择了危险级别的等级来挑战 这个等级可是排在第二的 死亡率更是高达50% 毕竟罗锋还有两大分身比本尊强得多 如果再不选择危险点的就没挑战性了 但当罗锋选择进入的时候 系统便提示到 罗锋殿下 你是第一次接修炼任务 第一次就接危险级的任务 死亡率便提高到78% 罗锋听后没有在意 现在放弃岂不是可笑 之后罗锋又选择了血络世界为修炼底 血络世界里面生活着无数强大的人类 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修炼文明 但在决定进入的时候 提示声音又再度响起 血络世界极度仇恨外来者 所以要接血络世界的修炼任务 首先将任何科技类物品一律不得携带 一些特殊的念力兵器和原力兵器除非血络世界内就有 否则也不可以携带 必须一切按照血络世界普通人的装束 修炼任务则是获得血络精一颗 这个东西是血络世界的特产 宇宙中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血络精 只要成功便可获得一万积分 第二个任务便是获得血络者称号得到血络勋章 成功便可获得十万积分 以上两个任务只要完成一个 就代表修炼任务完成 在罗锋得知后 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领取了任务 又填写了出发血络世界的时间 到时会有虚拟宇宙公司的飞船来接 而在这期间罗锋开始了各种准备 由于眼神兵是宇宙人类的九大神兵之一 血络世界中根本就没有制作眼神兵的材料 所以进入血络世界中 是绝对不能拿出眼神兵来用的 最终罗锋决定定制一柄血影战刀 和一个六龙盾牌 至于魔云藤 他在宇宙人类1008个宇宙国中都很稀少 血络世界中也根本没有 只能暂时让魔杀族分身穿着了 至于盔甲等等 也只好换别的装备了 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功能 罗锋又花费了几天时间来学习血络世界的语言 之后又在营养舱里度过了数天 此时罗锋的身体是宇宙籍九阶 面力也是宇宙籍九阶 身体和力量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 但却无法继续提升 实际上罗锋现在能提高到玉主籍 奈何体内世界仅仅算是玉主籍六阶的状态 所以才令罗锋的身体无法一口气达到玉主籍九阶 暂时也只能忍着 最后的准备则是为金角巨兽修炼本尊天地的第二层购买了大量的材料 还有培育魔云藤的大量材料 以及自己的装备 这些足足花费了860混元单位 积分则是没有乱用 毕竟积分太难赚取了 在装备材料到齐后 罗锋也即将踏上修炼之路